酒喝多了容易出糗 看看在基隆这个醉汉呢 他晚上酒醉失态大闹神坛 胡言乱语的跟妙柱呛瞎 说自己是小王爷上身 要众神明听命 而且拿香炉砸神像又吵又闹 这个荒唐的行为 全部都被游客以DV拍了下来 酒醉男子上半身赤裸 躺在地上喃喃自语 一下子突然又精神百倍 称呼自己是小王爷 大吵大闹 连朋友劝阻也拿他没辙 两个人摔成一团 男子发酒疯胡言乱语 连神明也不放在眼里 接着他把重达百公斤的大香炉 给撂倒香灰撒一地 这名男子之前 因为公共危险罪入狱服刑 今年初才假释出狱 他喝醉酒大闹神瘫 挥舞狼牙棒等等把气 把谬柱吓得半死 连把气都被折断了 他自称小王爷上身 大搞破坏 还拿起几十公斤的香炉 砸王爷神像 这名男子喝醉酒丑态百出 全被围观的游客拿dv拍摄下来 庙方人员拿出一项一项被他破坏的物品 这一笔账可要算清楚 中文新闻高新峰台北报道